只有两个月 七八月份 他说那你们这边就两个月的旅游区 剩余的时间都干什么呀 我跟大家讲 一会你们到旅游区 或者是你们在市区助理店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了 到冬天的时候呢 这个旅游区的饭店全定上大网的 全关业了 没有银 那个蜜山 那个蜜的这个这个 上面像一个什么 蜜山生产什么 大白鱼 但是那个 M那个头像个大白鱼那个嘴 冬天来干什么 冬天来进行徒步行走 跨越新凯湖 冬天的时候穿棉服嘛 大棉袄 然后呢 徒步行走跨越新凯湖 从那个新凯湖 这头走到那头 然后进行跨越 当然了 我们不仅仅是旅游 还是一种锻炼身体 就像大家出门旅游是一样的 是不是 我们不仅仅要寻找一个好心情 寻找一份好景色 还要 有一份好心情 是不是 我们出来就是玩 就是愉快 就是愉快 这是新凯湖 简单先跟大家说这些 简单先跟大家说 当然了 在密山口岸这边呢 还有一个世界最小的借桥 世界最小的借桥 它为什么叫做世界最小的借桥呢 是因为它现在呢 这个长只有八米 然后现在呢 宽只有两米 当时呢 在和苏联和中方进行 这个双方政府进行会晤的过程当中 一开始就是走的那个小桥 然后以前呢 我记得在这个王寺经浅馆有一张照片啊 就江泽民上台来视察的时候 在这个万亩这个大豆 那个万亩凉田前造一张像 归宿 一万这个大豆 找的非常漂亮非常好 还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说 刚才我们教你礼 听过沟通 然后跟我们这边景点 因为这个王寺经浅馆呢 可能是咱们这里头 我不知道有没有 但是这个杠上说